大家好 我这一棵兰花 从花蟹到现在 两个月的时间 现在已经长了一大坨的新芽出来 长得是非常的夸张 大家看这里 1 2 3 4 5 6 7 8 总共长了8棵新芽 那么凭什么 它一下子能长这么多新芽出来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提前给它修剪残花 因为花开得太久 消耗的营养过多 就会影响到它长性芽 所以当一条花杆 最后的一两朵花开放 第二天第三天就给它剪掉 全部修剪完成之后 接下来就是给它补肥 我给它补肥的话 用的就是两种 第一种就是蓝菌王 因为这种蓝菌王 它不会让兰花产生肥害 它里面有大量的兰花共生菌 兰花共生菌越多 分解土壤中的能力就越强 兰花吸收的养分就会得到越多 而且它又可以改良 兰花土壤中的一些环境 让它变得更加的透气疏松 第二种就是使用这种磨肥了 因为磨肥它是针对这种兰科植物的 而且它的肥效比较长 我们用一次长达半年到一年 还有这种磨肥 它对兰花也不会产生任何的肥害 因为磨肥释放的方式 不是通过浇水来释放营养的 而是通过兰花的根系 在生长的时候释放的一些有机酸 来分解这个磨肥里面的一些营养 所以说不管我们怎么浇水 这些磨肥也不会造成 兰花的根系出现肥害 兰花需要的营养越多 分泌的有机酸就越多 有机酸越多 分解出来的营养就会越多 就能延延不断地给兰花提供营养 而且我们使用这种磨肥 到了兰花的休眠期 它又停止了释放营养 所以说不担心 它会出现任何肥害的问题 除了正确给它补肥之外 养护环境还要适当地改变 就是给它增加多一点阳光 让它的光合作用更多 组成养分更多 所以我这一颗兰花 长这么多新芽出来 就凭这两点 好了 这一期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